OK,我做了一根杆子在它上面 它還是做跳的動作 只不過我追加了一根杆子 好,那所以呢 其實它在 蹲跳 這時候應該會做的事情 很單純,它應該會看上面 而且我現在打算的就是要讓它上去抓這根杆子 那等一下我後面落地的key我會把它全部清掉 好,所以我現在只是換成了 它要上去抓整個杆子 意思就是說 蹲的時候 手已經準備要往上舉 手要往上舉 等一下就是要往上舉 這後面的key放棄 後面就放棄 到這裡 跳的時候 手要舉上去 可以去up 手往上舉 肩膀會往上拉 手往上舉 肩膀會往上拉 我先讓兩隻手動作一樣 頭腔會比較好調整 好像跳不到 而且手逆轉 有沒有發現一件事 好 因為 它判定 這個是程式判定的問題 其實我們要人工的把它敲過來 告訴它說是往這個方向 因為那個 白配的並不知道 它雖然其實有關節的限制 但它其實不知道 你可以硬把它逆向轉 就萬一你要做奇怪的生物的時候 是可以應做這件操作的 抓不到 所以我們拿走 那只好趕快把 blade 籃杆放下一點 我以為它抓得到 可以啦,其實這段時間夠,怕抓到它 調整一下 把頭記錄看 嗯,把頭記錄看 檢視一下手的姿態 這陣子,如果你這樣調動作,要調這種形態的動作 這個都要知道它是這樣做出來的 就要把頭記錄看 先看下面 然後看上面 看上面的時候脖子也會動 所以看一下下面 蹲的時候 然後在這裡把它抓到 因為你已經看到了 確定 竿子在這裡 然後手就要抓到 要抓過去 那調好 這邊就要抓好 看一下位置 手抓的位置 大概是這樣 然後角度算好 因為等一下這是 手會變主控體 等一下就要手是你的主控制 所以我的拇指的位置也要對好 抓下去 這些都不要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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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會又拿掉 好吧 好 那 至於細節 這個細節 待會再 你可以自己再做 微調 現在主要的一個功能是什麼 一隻手先抓上 Copy Test 位置人工調一下 因為我兩隻手的位置 本來就有點落差 所以現在要調整 都抓到了 好 手到了 這個時候手到了 在這個位置 當然這邊有點穿過 這個部分再微調 現在是 這邊也許可以不用舉這麼快 可以慢一點 舉上來 抓到 抓到以後 你的手是可以設 Sliding Key 兩隻手就改成 兩隻手設 Sliding Key Pivot要抓在掌心 差不多 抓在掌心 這個地方 這裡 看到沒有 Pivot在這裡 好 那等一下呢 你才能夠用 手當作 支點 首先 接下來手就是支點了 好 這裡抓到了 接下來下半身的Key 就不要了 因為已經抓到了 好 就不要下來了 就不能再下來了 這邊要人工重新設定 後面就要重來 抓到 抓到 腳也一樣 腳後面也都不要 因為它現在就是懸空 它就是懸空 抓到 然後接下來的Bip01 就自己調 Bip01 現在抓到了 就會開始往前晃一點 欸 叮一隻手 沒叮到 欸 有啊 嗯? 為什麼只有一隻手呢? 這隻手怎麼一回事 確認一下 確認一下 橘色的Key 沒有回去 不要是這個沒叮到 我換成橘色了 看看會不會叮住 橘色的 還是有點位移 沒關係 應該是肩膀沒關係 欸 不是 因為理論上 這裡我釘橘色的Key 它應該要鎖定在這個位置上 它不應該會再亂跑 然後 等一下 這個就有問題了 這個 被跑出這個狀況 就有問題了 因為這個東西跟腳一樣 跟腳的意思是一樣 就是當我抓到了 定Key 它就會釘在那個點上才對 好 那 它現在變成FreeKey的狀態 我檢查一下 後面還有它的Key 沒有 沒有 這有 這個 等一下 我存檔 以後再檢查一次 幾個狀況 應該這是軟體的狀況問題 這裡鎖住 因為你可以看到這隻手是對的 這隻手完全是正確的 現在它抓住了 好 先釘住了 你看那隻手現在是抓住的 那 當我把身體往下降 然後肩膀再往上調 你的手抓住了嘛 肩膀會再拉更高一點點 好 頭往上看 脖子往後仰一點 這邊就全部FreeKey了 你的腳就完全FreeKey了 因為它掉在空中 就是我現在沒辦法確定 呃 這一個 為什麼 它會 沒辦法 管我 不管我的操作 抓到了 然後右手不知道為什麼 好 那 畢粉淋漓 身體的曲線 要拿掉 因為接下來這裡又要人工 接下來都是人工 就是你把手當作腳 然後這個人就掛在空中了 好 這個人就掛在空中的意思 你要把它想成這樣 它就掛在這 好 兩隻腳可以再快一點拉直 現在剩下這隻手的問題 好 呃 這個 是蠻詭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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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出現一些 不該發生的狀況 好 就是這個橘色Key叮下去以後 它應該要跟 左手一樣 就叮住了 那如果是像這樣子 一樣叮住的話 我接下來這一邊 就可以去 做 你看它身體在這裡 我就可以去做這個 因為它現在跳上來了 跳上來 我才能夠去做這個操作 身體這樣子畫 手的角度要再換一下 然後又晃過來 又晃過來 然後再晃回直的 就掛在這裡 那腳的動作還沒調 腳的動作還要跟著 往前晃 那腳往後 不過這個還要做一下延遲 我現在沒有做 腳往前晃 腳往後 往後晃 腳往前 然後再往前晃 然後再往前晃 腳往後 右手 嗯 奇怪 好 那當然 再下去 這個再下去 我就可以去做到 嗯 再追加幾根桿子 那個 星星 好 你把手當作腳 反過來看 手 就是這樣子開始跨 那手上面就要抓這種 sliding key 只是現在這個 嗯 我先存檔 重開一下看看 Jump to cylinder 跳到一個桿子上 好 我先抽看 好 好 好 摔